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日焦点 今天是6月7日 有我周天慧和大家讲讲 今天的时事热话 就在大家 还在很热切地讲 第四波疫情完结的时候 讨论如何可以接种疫苗 抽很多奖 又有车又有扭枝制 香港又发现了有变种病毒 突破了抗疫防线 几日前 天水围有三母女确诊 以及初步确诊 其中 首先确诊是17岁的女儿 验出了N501Yα的变种病毒株 即是英国发现的变种病毒 是香港首中英国变种的个案 令到本地42日清零的确诊 断了揽 女儿的53岁妈妈也确诊了 之后连她的姐姐20岁 都变成了初步确诊 因为三人的潜伏期 去过不少地方 大家担心传播到社区 第五波疫情也随时一触即发 说到底 我们真的需要快些接种疫苗 加强抵抗力才可以是最有效的方法 政府今次做得非常适合 把伏必泰的疫苗接种年龄 降低到12岁 亦是一个很合理的做法 我们说一说 儿童在接种疫苗的这方面 大家在社会里面说 怎样可以谷针之際 除了单在掌赏和惩罚的角度出发 亦在接种疫苗的年龄下降低了 香港的疫情去到今天 都已经差不多有一年半了 香港亦有超过一万宗的个案 当中有一成 属于小朋友和青少年的患者 之前有香港医学雜誌 刊登了一项的研究 它里面分析了 本港大概有397名 儿童和青少年的病人 他们研究了 了解了病毒对年幼患者的影响 结果发现有近四成的人 是没有症状的 51%属于本地感染 但有超过九成 属于家庭成员的主要传播患者 其实只有三个 是因为同学之间的传染 亦没有老师或师生的传播病例 负责今次的研究 就是马加列医院 疑科传染病科顾问医生关日华 他说只有一宗 是因为学校感染过案 所以他认为 学校是绝对安全的地方 但是也有少数出现严重的拼发症的个案 亦都是非常之凶险的 其中值得和大家分享 就是有一宗病患者 在香港发生的 就是一位 患者是一位俄罗斯的男童 他康复了之后四个星期 就再度入院 亦都因为发高烧 有发烧 有皮肤出现红疹 正眼有红眼 亦都有草莓舌头病症的症状 亦都需要去ICU治理 虽然男生已经康复了 亦都之后接种了疫苗 但男童的妈妈在复训的时候 就特别提到 他就说要记住叫香港人打针 因为其实有时候就是说 你确诊了之后 原来之后的病发症 原来是可以很严重的 另一宗 儿童患者的手指和脚趾也发黑 关日华就称他为COVID痘 新冠脚趾 他应该是担心 有积聚了的血问题 需要持续去检查 亦都有小朋友的康复者 康复了之后 亦都在臭角和胃角 都有受影响 康复的儿童的肺功能 亦都减弱了 的情况亦都比较普遍 所以关日华就有说 有些感染了之后的儿童 之前是可以走到 十层的楼梯 但是亦都有康复者之后 康复了之后 只是走到两层 所以大家应该 真的要快点去接种 所以昨天 杨润红局长有提到 在上电视节目上有提过 他就说回应打疫苗的实际问题 所以他就有说到 禁止没有打疫苗的师生 回学校其实实际的运作 是真的存有问题的 他亦都有提到 其实回学校打疫苗 会怎样呢 安排是会有些复杂的 所以他有建议过 就是说其实是否 他们都会考虑 就是说是否可以 儲了伏必太有些疫苗 预留了去打疫苗的地方 那就可能在学校可以安排 有旅游巴去车 一些学生和老师一起去打疫苗 那是否这样做法会更加好呢 这次千水为这一宗确诊案 亦都引伸到另外一个问题 因为这个20岁的 初步确诊者女孩 原来她没有安心出行的 显身到原来她去过很多地方 但她没有安心出行 那究竟其实装安心出行 应该是强制还是放任呢 你想想其实她去了这么多地方 其实之前那个印度籍确诊 和她的菲律宾籍的女朋友 就因为她隐瞒了 他们去过的地方 而引发到因为太迟 去找到一些紧密接触者 所以就引发到整件事 就是社区已经被感染了 特首林郑月娥 其实在去年11月 就有提过的 她就说如果到时候 在未来有需要的时候 就会考虑去强制市民 去使用安心出行的形式 进入去指定 处所需要去掃这个QR Code 但到今时今日 都已经是6月了 你说林郑之前说的 都已经有7个月了 都是由得大家自愿去使用的 令到仍然是不少人 去选择去填纸 究竟这里是否真的有些漏洞 政府真的很应该要看一看 有专家说到 其实当有变种的病毒发现的时候 这两个星期 其实要找到紧密接触者 还有你看到政府都已经增加到 有26个地方需要强制去检疫的 所以是不是真的应该要快点强行 要求全港的市民都安心出行 也都要强制他们一定要去掃QR Code 真的应该要做了 港大公共卫生学院 港座教授林大庆之前就有说到 本港的疫苗供应是很充足 接种的地方亦都很方便 但是接种率是全世界中近乎最低的水平 他有说到香港人应该是 A shame of themselves 说完之后 当然有很多人就有很大反应 我是明白的 其实有大家有这么大反应 说到底当然了 真的很坦白 听下去没有打针那些 应该都会很硬意 但是你又不能够不去想起 其实林教授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 你想想他的出发点其实很简单 有很多国家没得打 而很想打 但是没得打 但是香港有得打 香港人选择不去打 但是有很多人为什么觉得这么硬意 就是因为大家很害怕 觉得政府好像有很多资讯 都没有公布出来 令到大家市民很安心去打 这一点我是同意的 亦都是明白的 但是说到底 其实你打每一个针 都一定是会有副作用的 就像我那样 上个星期五打完了 到现在 今天拍这一刻 我都是 都是稳稳的 虽然没有发烧了 已经是烧完 没有发烧 但是 副作用是一定有的 但是大家都要想起 如果你是真的要为香港 大家要走一步的 很应该真是去接种疫苗 我亦都很希望 政府亦都希望 有公布多些 副作用的消息 去给香港人知道 让他们 将疗累去减低 才可以大家都一起去努力 将香港疫苗接种率 快点去到七成八成的 今天的今天焦点来到这里 明天再和大家见面